很多因为姚明开始关注篮球的观众 对于T-Mac和他的姚迈组合 一定印象极为深刻 而在姚明的纪录片中 有一位在T-Mac之前 就与他释出极大善意 并与他组成搭档的男人 他曾对姚明说 我是特权 你是冥王朝 我们可以携手为休斯顿带来总冠军 他是富老大 在新秀赛季就成为了得分王 助攻王和超劫王 六项数据统计位居全队之少 他拥有极强的进攻欲望 喜欢突破到禁区 在巨人脑袋上暴扣 享受畅宽零零的灌篮 以及体育场内的呐喊 1977年2月21号 Francis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 一个名叫塔克马的小镇 尽管这里距离首都华盛顿 只有半小时的车程 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 这里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贫民窟 Francis的家庭条件属于典型的贫困黑人家庭 拮据的经济条件 令Francis年幼时不得不光着脚 在街头篮球场上来回奔跑 9岁时 Francis第一次用室内篮球馆进行训练的时候 他甚至连廉价的球衣和球鞋都没有 他的装备只有学校的校服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孩散发出来的灵性 一下就吸引了篮球教练Tony的注意力 教练说 当时的Steve其实和别的小孩没有太大的不同 唯一的一点就是 你永远能从他的眼中看到强烈的争生欲望 无论在哪里 他总是要成为最好的 也因为Tony教练的少时 Francis在他手下 开始了每天科外6小时的正规篮球训练 但对于Francis这种家境贫寒的家庭来说 想要让孩子全心全意投入在篮球身上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Francis有两个哥哥 他的爸爸因为卖药而被关入监狱 母亲一个人需要抚养三个男孩 那些药回了整个社区就像瘟疫一样 可当时我和哥哥们别无选择 我们只能靠卖那些东西活下去 Francis说 没人知道Francis靠什么东西撑到高中的 即使他撑自己有卖药的经历 可是他还是一穷二白 陪伴他的就磨破皮的篮球 当Francis把青春期过程的经历 纵情地挥洒在简陋的室外囚场时 没有人给予他过多的重视 而他的母亲布兰达和两个哥哥 却对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 Francis追忆往事 以一种向往的语气说道 我的家庭真的很棒 他们三个整天盯着我 我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他们只允许我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球场 另一个就是家 对于Francis来说 篮球是他生活下去的精神依靠和奋斗目标 他不敢有任何松懈 Francis评价自己的那区历史说 在我还是孩子时 我亲眼看见妈妈和家人 怎样为了生活而拼搏 怎样为了供我上学而挣扎着 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有一天长大成人后 我要回报他们 我热爱他们 我要养家 我要担当起责任 我要让他们感到骄傲 这就是一直驱动着我前进的动力 可是强大的精神并不能代替 贤甜的身体天赋 当Francis进入高一时 身高却局限在1米6 尽管他对比赛有着巨大的执着 可是一旦对手派上高大型后卫时 教练只能把他换下场 即便如此 Francis仍然留在球队名单中 没有人因为他的身高而轻视他 可遗憾的是 高一赛季的Francis竟出战一场 他的身份还是奇怪的 160公分的三分射手 但不幸的是 他在高二时又因为脚踝受伤 休战了几乎整个赛季 穷人不好命 有时候就在这种乌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刻 体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后来Francis才发现 脚踝受伤不算什么 上不了场也不算什么 大家都知道 生活永远大于篮球 他的妈妈39岁的布兰达罹患癌症 最终撒手人寰 Francis从来没想过 妈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自己 他无法接受伤心欲绝 一个人沉浸在郁郁寡欢的失落情绪之中 他几乎放弃了他的学业 而且他也拒绝训练 那段日子他像是与世隔绝 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Francis的大哥说 因为长时间疏离篮球和学业 Francis的竞技状态和学习成绩 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造成的蝴蝶效应是 学校对他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他的母校决定勒令Francis退学 没有高中毕业证 Francis上不了大学 如果想要上大学 还有另外一条路 只能选择预课班 有朋友帮他报了 康涅狄狄大学预课班 这看上去是一个好机会 1993年 他前往预课班报到 并且康大的招政代表对Francis说 当你正式踏入本科班后 就给你提供高额奖学金 然而高额奖学金并不能承担Francis的一切 况且他还有一年的预科班要熬 他根本没钱顶住这一年的压力 而且高额奖学金和全额奖学金的区别 大家肯定能理解 这对贫穷的Francis来说 不足以吸引他 借贷熬上一年 小时牛刀后的Francis选择回到马里兰 加入阿莱加尼社区大学 这所学校挂靠马里兰大学 Francis选择这所社区大学的理由很简单 这所学校对他免费 更重要的是 该校的篮球队以Francis为核心 他会拥有大把的出场时间 贫穷 身体限制 没法上场打球 散母之痛 学校勒令退学 预科班之行 再到社区大学打上主力 Francis的没运探底了 出底反弹后 他的好运终于要来了 预科班之后的那个夏天 Francis的身高从170公分不到 穿升至1米91 在保留了敏捷和灵活性的同时 他的垂直弹跳 学长船高至110公分 他从一个身体天赋 严重不足的销售男孩 变成了一个弹跳大人 Francis说 虽然我不高 但是我能跳 这通常让我在球场上 显得并不比别人爱多少 另外 在Francis的帮助下 社区大学夺得了全国冠军 这也给Francis的篮球生涯 带来了良好的转折 1995年 Francis收到了德克萨斯 圣哈信托青年大学的邀请函 这是一所NCAA二级大学 Francis没有犹豫 二度离开马里兰州 前往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所大学 并且立刻成为了校队的绝对核心 一个赛季后 Francis证明了自己绝非鼠辈 他成为了德克萨斯州最出色的篮球运动员 没有之一 那个时候 Francis在大学篮球界 已经成为和Iverson Kamby 齐名的篮球超级猩猩 似乎Francis 将往NBA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注定要前往NBA 只是以什么形式登场而已 1995年的模拟全身网站 曾将Francis列入前六胜位 这对一名来自NCAA二级联赛的球员来说 已经打破了历史记录 但骄傲的Francis并不满意自己的胜位 他认为自己不比Iverson和Kamby差 至少应该进入前三位 可他这么想 NBA的球队经理可不敢这么想 没人会把自己的前三胜位 压保在一个NCAA二级联赛的MVP上 拥有前三胜位的球队经理们 对Francis极为冷淡 本就敏感的Francis 愤怒之下拒绝参加选校 并开始为加盟一支NCAA名校而努力 一番运筹下 Francis再度回到了家乡 并加盟马里兰大学 根据NCAA制度 更换联盟和学校必须竞赛两年 成绩即将的Francis 只能就读于马里兰大学的一科学院 1996年学校之后 Francis被竞赛两年 98赛季开始复出 终于机会来了 1999年 Francis等来了代表马里兰大学 征战NCAA的机会 而在98-99赛季的NBA 成为了缩水赛季 劳资谈判破裂 常规赛都没打满82场 漫长的休赛期 让观众们的关注度 转移到了NCAA赛场 Francis场均18.5分 6.3助攻 2.8超节 他率领马里兰大学 闯入NCAA16强 成为全美最关注的球队 而Francis也成为了全美 最受关注的大学生之一 虽然马里兰大学 被贝卡大学斩落马下 但Francis的选秀顺位 学长穿高 没人再质疑他的 前三顺位能力 1999年 公牛守望重严签 灰熊拥有榜眼签 所有人 包括Francis也认为 公牛一定会选择自己 但芝加哥却转头 选择了Elton Brand 毕竟当时的联盟环境 属于得内线者得天下 而对于灰熊来说 他们早就看中了Francis 所以他们毫不容易 用榜眼签选下了Steve Francis 尽管是前三顺位 但Francis在被选中的时候 面无表情 他完全开心不起来 一个星期后 Francis和他的经纪人 在马里兰召快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Francis表达出的意思很明确 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会为灰熊效力 他要求灰熊交易自己 否则他将直接选择退役 这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的轩然大波 当时还位于温哥华的灰熊队 更是陷入混乱 最终火箭迅速介入 火箭总经理拉着魔术队 三方围绕的Francis展开讨论 最后他们进行了一桩 涉及11名球员 和两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的 超级大交易 明明之中自由注定一样 灰熊火箭魔术 他们是Francis这辈子永远走不出的梦境世界 灰熊总裁因为这个榜眼的闹剧 不得不引咎此时 Francis也闹了一个大新闻 刚进联盟就砸了一个总经理的饭碗 踏入秋斯顿火箭队主场的地板后 Francis心情大悦 菜鸟赛季就成为球队的得分王 助攻王和超劫王 六项数据统计位居全队之首 场均18分 6.6助攻 1.5超劫 最终 他和仇敌Brand共享了最佳新秀奖 在火箭的头三个赛季里 Francis都保持进步 02年入选全明星 正式踏入联盟球星阶级 一时风头无量 并且新秀期满时 02年8月份 火箭诚意满满 和他签下了近6年9000万美金的合约 名气 数据 金钱等深 Francis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担心饿肚子了 他而时照顾家人的梦想实现了 他成为了千万富翁 但可惜的事情是 Francis在火箭的三年里 球队始终无法进入季后赛 当你成为全明星 成为球队老大时 如果你一直在季后赛之外徘徊 人们就会给你扣上刷分的帽子 并用言语讥讽你的带队能力 一些媒体且文章报导 看看吧 99-00赛季 34胜48负 00-01赛季 45胜37负 火箭在奥拉助网等一批攻勋球员离开后 战绩大跳水 01-02赛季 更是叠至28胜54负 最接近季后赛的00-01赛季 他们站在了西区第九的位置上 给季后赛球队开了门 但也因为球队糟糕的战绩 Francis以妙手回春的好运气 以8.9%的概率 为火箭队抽中了02年的状元签 他们用这个状元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姚明 两人的故事也开始了 Francis对待姚明竟显大歌风范 他对初来炸掉的姚明照顾得无微不至 有媒体说 姚明的到来会抢夺Francis的老大地位 后者不为所动 他曾亲切地对姚明说 我是特权 你是冥王朝 我们可以携手 用火箭带来总冠军 而最让姚明球迷铭记的镜头应该是火箭队上太阳 Stardmeier在姚明头上爆扣并大声怒吼 姚明什么也没说 拿着球就要去底线开球 Francis却直接走到Stardmeier身边 狠狠给了他一招子 推了一把 但是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呢 主教练Tom Janowich因为疾病离队 防守至上的Van Gandy结果较鞭 Francis和新教练矛盟不断 像是迟到 双方战术理念不合 Van Gandy赌气替换Francis Francis则赌气不给内线传球 最终球队因为内部问题吞下四连败 幸亏在03-04赛季进入了季后赛 但Francis在火箭已时日无多 季后赛结束之后 即04年6月30号 休斯顿火箭和奥兰多魔术正式达成协议 两队进行了一个多达7人的球员交易 火箭得到了以T-Man为主的4名球员 而Francis则去到了魔术 走路转转 Francis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 被迫加盟了当年三方交易之一的魔术队阵中 而离开火箭的Francis就像失去了保姆的孩子 他的任性无人包容 而他自视身高的眼光仍然没有改变 加盟魔术后 他因为PG和SG的位置问题和主教练矛盾很深 再次因为战术问题发生争执 他在火箭的职业生涯中 59%的时间在打控球后卫 在魔术即使他被要求打得分后卫 他还是把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而不听话的代价则是 Francis再次被交易 尼克用巨额合同即将到期的Penny Hardaway 和二年级生Ariza交换得到Francis 来到大苹果城后 Francis将和独狼Marbury一起 组成当时NBA身价最高的后场组合 但纽约的环境令Francis痛苦不堪 他和Marbury都是需要球权的空位 但先来后达的关系 较量要求Francis打得分后卫 又是熟悉的剧情 在纽约的第一个赛季 他61%的时间都打得分后卫 可遗憾的是 第一个赛季他身受伤病困扰 Francis甚至在这里开始了替补生涯 第二赛季他77%的时间打得分后卫 但不管Francis如何牺牲 如何更换位置 球队仍然鸡毛蒜皮不断 战机毫无其色 此时球迷的辱骂 媒体的挖苦 教练的矛盾 手心驱慰的Francis不堪重负 即使这样 球队还是再度将他作为交易筹码 07年6月29号 拓荒哲选中中原Oden后 他们又与纽约交易得到Francis 随后将其买断 此时Francis拒绝了多队的高薪邀请 他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纽斯顿 他慢慢地在熟悉的丰田中心漫步 再慢慢地跑回球员通道 他想用全新的习惯来开启新的生涯 但Francis极具鲜明的个人打法 和教练阿德尔曼的体系终究差距太远 伤病和身体素质的下降 让他的贡献有限 打了十场比赛以后 08年圣诞节前夜 火箭管理层把Francis放在了尴尬的境地 火箭队为了一个二轮选秀拳 把这个曾经的球队核心 送到了他最不愿面对的灰熊队 尽管这支球队从当年的温哥华搬迁到了曼菲斯 但这始终是Francis不愿看到的剧本 他的热血瞬间凉透 热血来头的结果 终究和主动投怀送抱的人一样 人情冷暖的各种滋味 只有自己才知道 而早也不是当年盛气灵人的Francis 再度拒绝前往灰熊 他知道他当年拒绝了灰熊 现在也不能去了 最终灰熊选择买断Francis 十年职业生涯 31岁的光景 Steve Francis的NBA职业生涯 就此落幕了 出生贫寒 高中时身高只有1米6 母亲过早地离开 这些苦难都从了他日后努力打球 进入NBA的动力 但在美贼兰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 一个人想要如自己所愿 完成一个完美的职业生涯 可谓难上加难 在各位的脑海中 不论他是杨明身边那个善意十足的佛老大 还是在球场上用crossover细耍对手 用惊人的弹跳在巨人脑袋上暴扣的突击手 相信经历过那个精彩NBA年代的朋友 一定会记得这个名字 6-3 from Houston Rockets Steve Franci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